在最後關鍵階段 到底什麼事情 會影響到選情 侯康他們最新的一個廣告 說是賴皮寮 想要喚醒大家一些記憶 來看看 不要信託公益 沒有建造和實用執照 說了不就還是等於放屁 說中華民國是在那是你 唯一說的真心話 現在要劃的重點是 賴皮寮不只是違建而已 你不及格的個性和誠信 才是人民真正的恐懼 才是人民真正的恐懼 好 唱完了這麼多 大家就開始在講 為什麼現在也在扯這個 當然啦 賴皮寮這件事情 大家會就問賴靜辦 賴靜辦的發言人閨亞會就說 你們一切只是想要轉移 你們自己的草地爭議了 他還特別強調 說賴靜的確在萬里出生 他的媽媽也在這個老家過世 所以你現在這個廣告 只是想要轉移 你自己的爭議焦點 大家在網絡上面 當然也會持續的在討論 最近PTT也有人在討論 說到底為什麼slide者不猜 有人這樣解讀 說這個是因為是DPP的DNA 死不認錯 其實現在大家想要對比的是什麼 想要對比的是到底礦工 是當時台灣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很感謝他們對於台灣的付出 只是礦工是不是也不敢贏 好 為什麼 原因是現在也有很多人想到了 Kamka那邊有一些礦工 他們是被迫簽的 現在這一位老師出來爆料 陳俊曉 他的講法是說 當時這一批的礦工 被迫必須要離家 甚至拆屋還地的時候 他們都說沒有看過賴清德 甚至當時的地還被以三倍的地價 說要轉賣給他們 而這一切居然都跟新潮流有關係 陳俊曉的這個爆料 很多人就去問了當地人 好 這一位前台北縣議員唐有吉他就講了 他說他跟賴清德媽媽其實交情也很好 每年過年的時候都會去他們家拜訪 好 不過他還特別爆料說賴清德媽媽 其實很早就沒有住在萬里老家 甚至他也說 確實啦 當時那個拆屋還地抗爭的時候 真的沒看過賴清德幫忙 我們就不禁想問了 如果說真的那麼在意礦工 為什麼那個時候20072008您也已經是貴為委員了 為什麼不去幫這一些的民眾來發聲 你會說沒有呢 賴清德那個時候人家是台南市的委員 但是那個時候他也有為新北市的人來發聲 還記得嗎 我們之前有人來提爆爆料 說這個2008年那個時候賴清德 他是民進黨的立院黨團總幹事的時候 接獲了新北縣民進黨的黨團總召 陳情案 然後就幫了這一個 躲避警方趙逃 然後結果呢 導致了辦攤 甚至事後還發現他涉及了另一起的命案 當這個少年來申請國賠啊 你不是說那個時候是因為 民進黨的黨團總召來找你 所以你幫忙開嗎 還是因為前面這個新北市民 跟後面這個新北市民差在哪裡 差在有沒有認識黨團總召呢 其實現在在地的有一些礦工 他們就在講說 其實這個通阿良現在被迫牽出 人家是有權有勢 我們要怎麼跟人家講一切 難道真的都跟命有關係嗎 現在也有人在強調什麼 在強調說現在賴清德是不是自己 也有炒房炒地的爭議 特別指的就是台南捷運 好就講啦說台南捷運這一邊 其實說也跟這個路線上面 質疑有多重的弊端 是直接串聯在一起的 而另一個部分則是 有人在質疑他的誠信問題了 好這是150的粉專 裡面特別提到 他們去看了賴清德的簡歷 結果發現了 他曾經在受訪的時候 自稱自己是成大醫院主治醫師 兼任教授 可是卻沒有任何 跟深等有關的期刊論文 所以他想問這個傳奇經歷 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說他已經去韓成大 到目前為止 什麼會影響到選情 國民黨他們PO了 最正的一個梗圖 說賴皮寮坐擁山景 那包山包海 因為新的賴美宅 是坐擁海景 到底這一些 有沒有可能會影響到 最終的情形 回過頭想要請教兵哥 怎麼樣來看 好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賴皮寮的爭議之外 現在還有另一件事情 是傳出說這個李政浩 說要去幫吳征站台 搶救一川大兵的時候 結果開車撞傷了富人 但是他當下沒有先陪人家去就醫 而是結束站台做獎的時候 再去醫院探視 發生了這樣的一個差距 你怎麼樣看 選前倒數3.5天 我覺得基本上 李政浩這個就是肇事討異 因為你擦撞到別人 你第一時間 不管你在做什麼其他的事情 你當然要立刻下來 就是等待警方到場 然後要協助他處理 後面相關的事情 你沒有第一時間處理 你先辦完你自己的事 再回到現場 基本上就是肇事討異 這個東西我覺得 這個李政浩自己要趕快去面對 因為這個是非常 要不得的一個做法 不管你有天大的事情 本來你造成人家受傷 這個就是你要去處理的事情 賴皮寮現在侯伴在最後 推出這個廣告去打 那還是一樣針對 其實倒不是這間違章建築的問題 而是從頭到尾賴清德的誠信問題 因為賴清德這個人 好像從頭到尾對他家的事情 就是講得不清不楚 因為去查所有的東西 都跟他講得完全不一樣 一個說謊誠信的人 未來適合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這才是質疑的真正的重點 因為他說他繳的房屋稅 請問一下 在這一次新北市政府 發單子給他之前 他繳的證據到底在哪裡 他什麼時候繳過 賴清德都提不出任何 基本的證據 那你怎麼樣讓人家相信你 然後你一直在告訴我說 這間房子只是從今修繕 可是問題是 他就長得跟你們家 過去完全不一樣 整個結構都不一樣 這種東西也可以算是修繕嗎 然後事實上他家曾經 救了那個公僚 曾經一度倒塌 因為那個屋頂都破洞 所以他媽媽根本就不住在裡頭 是隔了很多年之後 他們重新買了這塊地 才重新要把它建起來 實際上這位新北的前議員 講的就是真實的狀況 他媽媽其實離開這一段 這邊有很長一段時間 後來才回來的 那這中間你們到底 怎麼交易取得的過程 到現在賴清德 也沒有詳細說明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像砍腳仔村這些人 他們很多人都跟賴清德 應該不是認識就是小學的時候 可能是同學或什麼東西 然後賴清德從來沒有幫他們 講過任何一句話 也從來沒有幫他們 去爭取過任何一件事情 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 因為那時候賴清德不是在 萬里這個地方當民意代表 所以這些人自不自治他 對他一點作用都沒有 不管國大代表也好 立委也好 都不是在萬里 那他為什麼願意去幫一個 做監犯科的人 去幫他開記者會 去爭取公道 因為那有全國性的曝光率 可以幫他爭取到選票 這就是賴清德的選擇 不然的話正常的人 我自己家鄉的人需要幫忙 我為什麼不去幫他 然後結果我去幫一個 我根本不認識的人 而且這個人還犯了罪 這不是很奇怪一件事情 但是以賴清德的邏輯來講 這就是合理的 因為那樣對他來講才有選票 那現在他突然之間為什麼要說 他家很可憐 他是礦工之子 因為要爭取選票 因為他的違章建築被人家查 不就是這樣的東西嗎 那我也覺得比較納悶的一點就是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 他有當過教授 我真的不曉得 然後你如果去查一下 因為他是 本來是復健物理治療師 然後後來他退伍之後 才重新去考了成大的 學士後的醫學系 那請問一下他學士後醫學系 出來之後已經幾歲 然後他1994年34歲就已經從政了 請問一下他真正行醫 到底有幾年 一個行醫都沒幾年的人 可以當教授 你確定真的有這麼神奇的紀錄嗎 我真的希望賴清德 再告訴我們另外一個賴神的故事 好 不過我們要先來幫大家更新一下 這個李政浩當時說 趕著幫無尊站台的時候 不小心撞到了婦人 不過這個當時他當下據說是到會場在找車位 然後車速是很慢的 然後結果那個太太他正在行走當中 他不小心擦撞到他 所以在當下發生的第一刻 據說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有真的撞到的人 是彭佳拍打他的車窗 他才知道然後有趕緊下車來關切 那警方的想法是說他事後態度良好 有先讓警方保存證據 然後重拾也讓車輛定位 只是他先上台去駐獎 獎完之後才去醫院 來探視這一名婦人 不過這個就是要幫他說清楚 因為他並沒有兆逃這樣子的一個爭議 不是家責任釐清 還有帶警方來釐清 但是我們想要請教淑慧 你怎麼樣來看 在選舉的最後關頭發生了這麼多事 剛剛李政浩那個事情 我歪了 我馬上去看一下 發現說他那台車300多萬 不過反正這就是一個交通事故 大家知道選舉的時候非常多交通車輛來來回回 所以真的是每一個候選人或是助選人 大家就小心 那關於說這個坎角村的事情 其實我之前第一時間就有跟大家講過 只是那時候沒有人證 沒有這麼 大家可能沒有那麼切身的感受 坎角村就是萬里五坑 當年的礦坑的名稱叫萬里五坑 賴清德的家是萬里六坑 所以就是隔壁而已 都是叫中府里 當年萬里五坑在2007年的時候 本來那邊的兩萬坪土地 都是屬於農工公司的 農工公司是辦官方的 然後兩萬坪土地 突然整個被一批賣給了財團 當地的所有的礦工都不知道 直到礦工收到法院的通知 要他們搬家走人以後 他們才知道說 他們一輩子賴以為生的土地 被整批賣掉了 然後新的地主要他們搬家走人 這是當年萬里五坑的事 而2007年的時候是阿扁執政 然後這個賴清德也施立法委員 但是我就說賴清德完全沒有去關心他們 關心他們的是陳朝榮立委 跟那個李慶華立委 沒有看到萬里出身 礦工之子的賴清德 去為他們說過一句話 好啦不管是萬里五坑或者是整個 這個礦區居住權的問題 我之前也一直跟大家講 我查遍了他從政的提案跟發言跟質詢 包括當了行政院長 他也從來沒有關心過冷血至極 直到自己家出事了以後 才要把住民 隔壁全部包裹在一起 說我們都是港口人 沒有 你不是港口人 他們是港口人 即便他們出了一個礦工之職 都當副總統了 也沒有理過他們 來 請教一下雨萱 我先講其實Rap應該是五年前 十年前年輕人流行的東西 所以我不是很建議 一定要一直用Rap 因為他們用第二則 但是我必須要幫他們 澄清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賴辦出來說 是轉移交點 你不要搞錯時序 是賴皮寮先被爆出來 然後你才跑去說 侯友宜也炒地皮 侯友宜 凱旋宜 是你們拿侯友宜的案件 轉移交點 現在可以倒音為果 然後反過頭來說 沒有 是這個 是侯友宜要轉移交點 開什麼玩笑 問題是你賴皮寮就是賴皮 對不對 違建就是違建 硬拗就是硬拗 地級騰本 包括你的這個建築 然後使用執照 完全建築登記 都沒有清清楚楚 完全都沒有東西 就是一棟幽靈房屋 加上特勤的東西 你原本講說好 那撤哨了 這個特勤問題 四年浪費多少錢 你都還沒有解釋 最近又說什麼 又嚴謹去旁邊駐守 憑什麼嚴謹要去保護他暗哨 什麼社會安全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鄰近都是什麼 都是一些阿姨 都是一些阿伯 一些爬山的觀光客 這些人像是恐怖分子嗎 在開我什麼玩笑 所以不用硬拗 這真的問題點在這邊 但是今天這個唐友吉 他就把整件事件聊爆了 唐友吉講到一個大實話 不只是這個 砍腳仔村的問題 他說賴清德的母親 早就已經長年沒有住在這個老家 那他住在哪裡 他其實應該是跟他大哥 跟他這個哥哥之類的住在一起 也是在外面 但是在別的地方 沒有在這個老家了 但是賴清德跟我們講說什麼 說92年93年那個時候整修 是為了要讓媽媽住對不對 因為媽媽這個年紀大了 但顯然媽媽早就不住在這了 那你到底知道整修給誰 對不對 這是第一件事情 再來第二件事情 你那個時候賴清德的身分是什麼 你這個身分已經是立法委員了 所以你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而且那個時空背景早就已經不是當年 那個窮苦的礦工 也不是那個窮苦的 而且你母親已經坐在那邊的地方 那我就問 你那個時間點到底跑去 再整修這個房子要做什麼 百思不得其解 唯一的功能 各位觀眾朋友 在我們節目畫面下方 您可以看到一個QR Code 麻煩您拿起手機 對準掃描下載 之後就可以一手掌握TVVS重點新聞 再等等廣告20秒之後 持續回到新聞大白話節目現場 和我們一起關心大小事 對準掃描下載 你那個後天的放阿產 所以要嘗試